生活虽然不顾动动 但也要乐在其中 要时尚心怀 这是一家专门为小狗狗开设的培训机构 来到这里 狗狗们不但可以学习到各种技能 还能像进了学校的孩子一样 收获很多知识 每天早上 毛孩子们准时进入课堂 等待他们的狗校长给他们开课 为了防止狗狗们上课的时候 交头接耳 学校专门给他们设了独立的书桌和座位 只见他们人母狗样的端坐在桌前 像极了正要接受教育的孩子们 无论是上一阅课还是数学课 狗狗们表现得都很积极 只要校长喊到谁的名字 谁就会马上出来作答 三加五等于多少 来我来出哪个同学呢 来别客 到了课间休息的时候 狗校长会带着毛孩子们一起做做游戏 享受着快乐的午后时光 吃过午饭就到了午睡环节了 所有狗狗都会安静地躺在书桌上 由狗校长亲自示范如何快速进入梦乡 到了晚上 狗狗的主人们依次来到学校 接这些毛孩子放学 如果你身边也有一所这样的狗狗课堂 你会送你的毛孩子去吗 你会送你的毛孩子去吗